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根據美國太空總署NASA 以及美國國家海洋基大氣總署NOWER 預測 太陽當前活躍程度應該處於溫和期 但經觀測顯示太陽黑指數量後 發現它的活躍程度遠高於預期 太陽黑指數量不止在連續18個月超出預期 而且在3月底時甚至達到預測值的2倍以上 科學家對此情況提醒 恐怕會對電力、衛星通訊等設備造成影響 太陽活動週期是太陽黑指數 以及其他現象的準週期變化 大約是11年唯一週期 當中太陽黑指數量受太陽流動的磁場強弱控制 會出現明顯的高峰以及低峰 稱之為極大期以及極小期 在2019年12月太陽活動已經足底 並渡過上一個週期的極小期 目前正賣進新的第25週期 而根據歷年週期評估 太陽第24週期是相對安靜的 黑指相對數極大直至116.4 遠低於其他太陽活動週期 但近期太陽風暴頻頻爆發 當中包括夜月初SpaceX 部署了一批49顆星鏈衛星 由於受到遲暴影響 它的公司損失了40個衛星 而在3月28日 太陽爆發了11次C級小搖斑 6次M級中等搖斑 並伴隨了一些日面物質拋射 在3月31日 太陽活動區12975再次爆發X1.3級搖斑 而這次太陽風暴亦令北美 以及南美洲受到較嚴重影響 上空電力層發生明顯變化 造成大面積的短波通訊異常 美國太空總柱NASA 以及美國國家海洋基大氣總柱NOWAR 預測 這次太陽週期將在2025年7月左右達到高峰 為了令太陽風暴影響降至最低 科學家已經部署了很多監測設備 可以24小時持續提供即時預警 所以民眾是不需要過於擔心的 今年的分享時間又到 下次時間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